在日本,她是家喻户晓的演员和主持人。 她主持的《彻子的小屋》是日本最常手也最具口碑的人物访谈节目。 所有的大明星都以上这个节目为荣。 同时,她还是亚洲首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慈善大使, 被美国时代周刊和人物杂志称为日本最伟大的女性。 但你能想象吗?这个主持人小时候是一个被退学的孩子, 放到现在就是所谓的问题学生、低能学生。 那么,是什么改变了她的一生呢? 您好,欢迎来到天天读书会。 每天一本好书,让思维来一次新陈代谢。 今天我们分享的书是,窗边的小豆豆坐着黑柳车子。 对的教育如何让一个人们眼中的低能学生成为日本最伟大的女性呢? 答案就在《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里。 小豆豆是作者黑柳车子的小名,本书讲述了作者的童年往事。 在日本,大部分人都听过这本书,因为它实在是太畅销了。 从出版到现在,差不多每十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个读过这本书。 为什么这本书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 因为这里面有值得所有孩子、家长和老师都听一听的最真实的孩子的心声。 读过这本书就会明白,一个和谐的、积极的教育模式, 会让孩子有多快乐、多么能激发孩子的潜能。 哪怕是看起来不那么乖、不那么能干的孩子, 如果教育对了,都可能会爆发极大的潜能。 小豆豆被退学 小豆豆刚上学不到三个月,老师就把小豆豆的妈妈叫到办公室, 跟她说,你女儿太捣乱,太不听话了, 搞得我都没法正常上课了,请换所学校吧。 像大多数哀训的家长一样,小豆豆的妈妈连连向老师致歉。 那小豆豆到底干了什么呢?严重到老师要让她退学呢? 老师列举了她的三条罪状。 小豆豆发现学校课桌有个盖子,觉得很好玩。 她特别喜欢把盖子掀起来,再放下去。 老师说,上课的时候,她把书桌的盖子开了关, 关了开,足有上百次。 我对她说,没有事的时候,不要总把书桌开开关关的。 于是,您家小姑娘就找事由,玩书桌的盖子。 她把笔记本,文具盒,课本,一样一样地全部放到书桌里面, 然后又把它们一样一样地拿出来。 这样,她又可以玩书桌的盖子了。 桌子盖在我眼前开开关关,看得我眼花缭乱,我的头都晕了。 老师无奈地叹一口气,继续对小豆豆的妈妈说, 她每一次开关都是有事要干,我也不能说不许那样。 小豆豆的妈妈非常抱歉地说,我一定让她好好注意这一点。 老师说,如果只这样,还不算什么。 您家小姑娘本是大着呢,她还要拉来乐队给全班演出呢。 原来,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日本政府经常安排宣传艺人在街头演奏, 同时宣传政府的政策。 刚好教室的窗户就在大路边, 于是小豆豆经常会守在窗户边。 每当宣传艺人经过的时候, 小豆豆就对同学们大声喊,宣传艺人来了。 然后所有同学都不上课了, 呼啦一下全涌到窗户边。 本来,艺人们经过学校的时候, 怕打扰孩子们上课, 刻意停下了乐器。 可小豆豆偏偏要求艺人们给大家表演, 于是他们又开始了盛大的演出。 老师怎么办呢? 只能一个人在讲台上单瞪眼, 一边等着演奏告一段落, 一边安慰自己说, 忍耐一下吧, 只要等这首曲子演奏完就好了。 可是, 等大家都回到座位了, 小豆豆还站在窗户边。 老师问他为什么还站着, 他特别认真的回答, 要是再有别的宣传艺人过来, 不跟他们打招呼可不行啊。 而且, 刚才的艺人们又回来的话, 我不再怎么行呢。 听到这里, 你可能也猜到了。 没错, 书名窗边的小豆豆 就是从这个故事里来的。 当然, 作者用窗边这个词 还有另一层含义。 当时, 日本流行一种说法, 把社会上被冷落的人称为 窗边族, 这和小豆豆当时的处境非常类似。 当然, 小豆豆让老师窝火的事情不止这些。 老师继续说, 我准备上课的时候, 小豆豆站在窗户边仰头大声问, 哎, 你在做什么呢? 我想, 这又是跟谁说话呢? 也留意外民人怎么答话。 我走到窗前探头一看, 原来是燕子, 燕子在屋檐下面坐窝呢, 他是在和燕子说话。 老师说, 他讲话没关系, 但是影响到我上课了, 而且不仅我一个人感到麻烦, 隔壁班的老师也觉得很受干扰。 因为这些事情, 小豆豆经常被老师罚站, 可是他一个人站在教室门口, 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被罚站。 如果我们是老师, 碰到这样的孩子, 会怎么处理? 大部分老师可能都会给家长说, 你的孩子注意力不集中, 坐不住, 要不你们去检查检查, 是不是有多动症? 一般家长听后都会很着急, 这注意力不集中怎么学习呢? 就会赶紧去检查检查, 想办法把孩子治好了。 那小豆豆的妈妈是怎么做的呢? 她并不觉得小豆豆有问题, 相反, 她认为活泼好动, 好奇心强, 喜欢尝试探索, 都是小孩子的天性。 如果老师课堂非常有趣, 小豆豆也不会被其他的事情吸引了。 最后, 妈妈决定把小豆豆转到一座当时 还非常小众的私立学校, 名字叫八学园。 小众学校八学园 长大后的小豆豆说, 正是在八学园的经历改变了她的一生。 这个八学园是日本教育家小林宗佐创办的一个学校。 小林宗佐, 1894年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 从小喜欢音乐, 后来考进了东京音乐学校师范系, 毕业后, 做了承熙小学的音乐教师。 承熙小学校长的教育理念, 给了小林先生很大影响。 这个校长倡导自由教育, 尊重孩子们的个性, 比如说, 如果孩子上午完成了学习计划, 那下午就散步, 采集植物标本, 写声, 唱歌。 后来小林先生也研习这种收课方式。 因为小林先生特别用新教课, 还专门为孩子们写了适合他们这个年龄段的喜剧歌剧, 三菱采法的延起小谜太男爵看了歌剧演出之后很感动, 于是自助小林先生去欧洲留学, 考察和学习西方的教育。 1937年, 小林先生在日本创办了八学园小学。 在日本教育界, 人们知道小林宗佐先生是第一位将韵律学带入日本的杰出教育家, 但是他具体是怎样进行儿童教育的, 除了当年的小学生们, 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 直到窗边的小豆豆, 这本书问世时, 人们才惊讶地发现, 战争时期的日本竟然有这么一所特别的学校, 就像桃花园一样。 那么, 八学园的教育究竟有哪些独到之处呢? 从本书的61个小故事中, 我们可以提炼出至少四个教育理念。 第一点, 尊重孩子, 保护孩子的天性。 卢梭也在艾米尔中痛心几乎, 儿童与生俱来的美好品性, 被现存的环境和教育给破坏了。 小林宗佐先生也持类似的观点, 他认为, 孩子生下来就具有美好的品质, 教育的目的就是发现, 发扬这些品质。 当妈妈带着小豆豆去见小林校长之后, 校长让妈妈先回去, 留下小豆豆单独交谈。 尽管小林校长四十多岁, 小豆豆才五岁, 但他并没有居高临下。 相反, 他认为, 上学是小豆豆的事情, 不是妈妈的事情, 当然应该跟孩子本人谈。 就这一点, 让小豆豆充分感受到了尊重。 妈妈离开后, 小林校长让小豆豆把想说的话, 都讲给老师听听。 小豆豆一听这话, 开心极了。 之前的老师都是叫他闭嘴, 不要吵了, 现在终于有人听他讲话了, 他想起什么就讲什么, 一讲讲了四个小时。 直到小豆豆实在想不出什么可说的了, 校长先生站起来, 用温暖的大手, 摸摸小豆豆的头, 说, 好了, 从今天起, 你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了。 这个时候, 小豆豆感到生平第一次遇到了自己真正喜欢的人, 因为从出生到现在, 还从来没有一个人这么长时间听他说话。 而且, 这么长的时间里, 校长先生一次也没有打哈欠, 一次也没有露出不耐烦的样子。 他也像小豆豆那样, 向前探着身体, 专注地听着。 而小林校长能如此专注, 是因为他确实是用心在倾听孩子, 他在用心观察孩子的内心世界, 发现孩子的独特品质。 想必对每一个入读八学院的孩子, 小林校长都做过这样的功课吧。 小孩子是非常敏感的, 如果大人敷衍他的话, 他马上就能发现, 他们只有在觉得常人尊重他, 接纳他的时候, 才会觉得这个环境是安全的。 他才能快快乐乐, 自由自在地做自己, 发展自己。 所以, 如果我们爱孩子, 希望孩子好, 就一定要尊重他, 倾听他。 那小豆豆在八学院, 变成循规蹈矩的乖孩子了吗? 当然没有。 他还是像以前一样, 活泼好动, 随行而为, 做出了很多让人啼笑皆非的事。 有次上厕所, 他特别心爱的钱包, 不小心掉下去了。 他居然自己打开化分池的盖子, 跑到工具房, 拖来比他还要高的咬子, 趴在池边, 一下一下从池子里咬出东西, 来找他的钱包。 我们就不说这个过程有多脏了, 关键也太危险了。 小林校长路过看到了, 他非常淡定, 像朋友聊天一样问小豆豆, 哦, 你在做什么? 小豆豆一边咬一边回答, 我的钱包掉到池子里面了。 校长说了一声的是吗? 就把手背在身后, 像平时散步那样又走开了。 过了一会儿, 钱包还是没有出现, 咬出的东西却堆成了小衫。 这时, 小林校长又走了过来, 问, 找到了吗? 小豆豆满头大汗, 脸也红彤彤地, 被围在小衫当中, 说, 没有。 校长稍微把脸凑进了小豆豆的面孔, 像好朋友似的说, 弄完以后, 要把这些全部放回去啊。 说完, 他又像刚才那样走开了。 那天下午, 小豆豆没有去上课, 一直干到放学, 便吃几乎被掏空了, 都没有捞到自己的钱包。 也许钱包落在池底了吧, 但是, 这时, 小豆豆已经觉得即使钱包没有了, 也挺满意的, 因为自己干了这么多的活。 实际上, 在小豆豆的满足之中, 还有一点是因为校长先生对我做的事没有生气, 很信任我, 把我当作一位很有人格的人来尊重。 不过, 当时的小豆豆还意识不到这么复杂的心理活动, 这是他后来才明白的。 一般来说, 大人们要是看到小豆豆在做的事, 一般会说, 在干什么蠢事呢? 太危险了, 快停下, 或许有大人说我来帮你吧。 但是, 只说一句弄完以后, 要把这些全部放回去的, 除了小林校长, 不会有第二个人了。 所以, 当妈妈听小豆豆说了这件事, 由衷地赞叹校长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 小豆豆的性格有点像戴不住的小猴子, 整天上蹿下跳的, 经常是穿着新衣服来, 破衣服回去。 有次还不小心跳到了便池里, 弄得一身脏东西。 就算这样, 校长也没有批评他或者通知家长。 每当校长先生看到 小豆豆就会对他说, 你真是一个好孩子。 这时候, 小豆豆高兴地笑, 蹦蹦跳跳地说, 是啊, 我是一个好孩子。 小豆豆也觉得自己的确是一个好孩子。 长大后的小豆豆, 已经四十多岁的黑柳车子回忆起这件事, 满怀感慨地说道, 先生不停地对我说你真是一个好孩子, 一直到现在, 这句话是怎样激励着我, 支持着我呀。 他对我的鼓舞无法估量。 如果我没有进入八学院, 没有见到小林先生, 恐怕无论我做什么, 都会被贴上坏孩子的标签, 被自卑的心理包围, 不知道该怎样做才好。 可能就会怀着这种无所适从的心理, 直到长大吧。 我们大概也发现了, 像小豆豆这种情感丰富, 擅长表达, 活泼好动的个性, 非常适合从事外向型的工作。 事实上, 他后来确实成为了日本最著名的演员和主持人。 设想一下, 如果家长和学校一定要让他变乖, 守规矩, 他可能就会非常痛苦, 压抑。 可能会因为不断被指责而自卑, 迷茫, 最后沦为一个平庸而卑微的可怜人吧。 第二个理念, 给孩子种下人生而平等的普世原则。 在这个世界上, 有各种各样的人, 不同人种, 不同肤色, 不同国籍, 就算同一个国家的孩子也分男的, 女的, 强壮健康的, 身残体弱的。 作为教育者, 真的能一视同仁地把他们当作珍宝, 给予爱与关怀吗? 小林宗作校长就做到了, 他经常说, 你们大家都是一样的, 无论做什么事情, 大家都是一样的。 小豆豆班上十个同学, 有两个是身体有残障的, 太明是小儿麻痹症, 高桥君是诸如症, 这样的学生其他年纪也有。 因身体原因在其他学校被排斥的孩子, 小林校长全都接纳了。 学校一年一度的运动会, 比赛项目都是校长亲自设计的。 比赛的结果很惊人, 每一个项目的第一名都被全校各自最矮, 手脚最短的高桥君拿走了。 高桥君有些骄傲地抽动着鼻子, 满怀着激动和喜悦, 登上领奖台, 每一项都是一等奖, 领了一次又一次。 大家羡慕地看着他, 都在心里暗暗发誓, 明年一定要胜过高桥君。 可是, 之后的每一年高桥君, 依然是运动会上的明星。 小豆豆长大后想, 或许八学员的特色运动会, 就是校长为了使高桥君 能够的第一名故意设计的, 校长希望他不要忘记 夺得第一名时的自信。 高桥君后来非常优秀, 一路考上了明治大学电气工程系, 毕业后在知名电气公司, 担任使人际关系和谐的工作。 黑柳车子曾拜访过高桥君和他太太, 他看到高桥君眼睛明亮有神, 谈吐温和自信, 他说自己的确没有因为身体上的缺陷 而怀有自卑的心理。 他清晰地记得自己在运动会上的光荣与喜悦, 记得校长先生一直对他说的一句话, 那就是, 你绝对能做到。 这句话深深影响着高桥君的一生。 学校有个游泳池, 孩子们喜欢不穿泳衣游泳, 校长允许这样的行为。 校长想告诉孩子们, 无论什么样的身体都是美丽的。 小豆豆在学校时, 就跟这些身体有残疾的孩子保持着纯真的友谊。 成年后, 他也很关注残障人士的生活, 他参加各种社会福利活动, 开办手语班, 创建了日本第一个聋哑人的专业剧团。 著名节目主持人梁东曾经说过, 要想让一个生命伟大, 要让一个生命走得久远。 回到儿童教育上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在他的童年给他播下一颗善良的, 具有伟大的, 深远意义的生命种子。 这件事情比我们认为的重要一万倍。 读了窗边的小豆豆, 会让我们反思, 教育难道仅仅是为了培养精英吗? 我们更应该培养不爱, 友善, 能够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温暖, 更和谐的好人吧。 八学园第三个特色, 授课方式。 学校老师的主要经历不在于照本宣科, 传授知识, 而是创设一种能让孩子自主学习的氛围, 他们相信孩子自主学习, 比被动学习的效果要更好。 首先, 我们看八学园的教学环境, 开满鲜花的草地上, 停放着六辆电车, 这就是孩子们的教室。 这在小豆豆看来特别惊喜, 简直就像是一边学习, 一边旅行一样。 这种电车教室不仅孩子喜欢, 也确实节省班学成本, 车窗, 行李架, 天花板, 地板等都保留, 只把司机的座位换成黑板。 原来车里的椅子, 扶手调环之类的东西拆掉, 摆上小学生用的桌子和椅子。 孩子们每天来到教室, 都可以自由选择坐在哪个位置, 跟谁坐在一起。 这一点让人非常羡慕了, 像我们从小到大, 座位都是要老实来决定, 很长时间才能换一次, 喜欢跟谁坐一起, 也完全由不得我们自己。 小豆豆后来特别喜欢 跟一个经常坐屋理事宴的小学霸阿泰 坐在一起, 每天非常细致地给人家削铅笔, 他自己的铅笔 可是随便用牙咬一下就用的。 但是又替阿泰 非常认真地告诉小豆豆, 我以后绝对不会让你做我的新娘。 小豆豆觉得莫名其妙, 去问好朋友千代怎么看, 千代就说, 你今天在相铺的时候 把阿泰摔了出去, 头磕到了地上, 你忘记了。 小豆豆想起来非常后悔, 虽然阿泰说绝对不会让他做新娘, 但是他还是每天给阿泰削铅笔, 谁叫自己喜欢人家呢? 这里边有特别多小豆豆和同学结下深厚游艺的小故事。 如果不是这种自由座位置, 孩子们之间的接触交流可能就不会这么多。 现在走向社会的年轻人, 有些会有人际交往障碍, 想必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从小没有机会与同龄人有深入的交流, 碰撞, 练习的少, 这方面能力自然就成短板了。 八学院让人羡慕的不仅是座位自由, 还有上课自由。 一般的学校使老师讲授为主, 在八学院使学生自学为主。 老师把课本、讲义、习题册都交给学生, 让学生先自学, 遇到不会的再找老师一对一教学解惑。 一般的学校都是有顺序的上课, 第一节语文, 第二节数学, 第三节科学。 八学院完全不一样。 每天早上, 老师会把当天要上的所有课, 以及每一节课所要学习的所有问题点, 满满地写在黑板上, 学生可以从自己喜欢的那门课开始学习。 于是, 小学生们就从自己喜欢的那门课开始学习了。 有人在写日文, 有人在画画, 有人在读书, 甚至还有人在做操。 后面的位置上, 喜欢物理的阿太同学就点起了酒精灯, 把烧瓶烧得咕嘟咕嘟冒泡, 或者做着什么爆发实验。 每个教室都可以看到这样的风景。 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场面也太嘈杂了, 孩子们能互不影响专心学习吗? 小林校长认为, 如果觉得旁边太吵闹了, 我没法学习, 那就很麻烦了, 一定要练习无论周围怎么嘈杂, 都能够立刻集中精力的本领。 事实上, 习惯了这样的课堂, 学生们也确实练就了在混乱嘈杂环境中, 保持专注, 做自己事情的能力。 老师们看上去随意, 实际上一直在默默观察学生, 逐渐就了解了每一个学生的兴趣所在, 他喜欢的学习方式, 对问题的思考方法等等。 要知道, 这种在了解学生的基础上的英才诗教, 是最有效果的教育方法。 对于学生来说, 能从自己最喜欢的科目, 开始一天的学习, 会觉得非常开心。 遇到自己不懂的问题, 可以请教老师, 老师会耐心讲解, 直到弄懂为止。 因为都是学生主动学习知识, 寻求答案, 不会发生听讲时心不在焉的情况。 催促孩子学习, 一直是现在的家长们非常头疼的问题。 其实, 要我学, 还是我要学, 效果是截然不同的。 只有当学习这件事情非常好玩, 学习的体验非常快乐的时候, 孩子才会爱上学习, 这在低年级阶段尤其重要。 遗憾的是, 现在有的学校在孩子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搞提海战术, 作业多的孩子坐不过来, 孩子很容易产生厌薛情绪, 一想到学习就心烦, 慌张, 倒胃口, 他怎么会愿意去钻研精进呢? 更有意思的是, 阿学员不只是教授语言, 数学这些文化课程。 小林校长注意到有些孩子在人多的场合讲话非常容易紧张, 而他觉得在别人面前清楚, 自由, 毫不羞涩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是非常必要的。 于是, 他决定在每天的日常活动中训练孩子们的表达能力。 他在午饭时间增加了一个节目, 参前演讲。 直接说演讲, 大概会吓退一些孩子, 所以校长表达得很自然。 他说, 请这位同学上来说说话, 说什么都可以。 就这样, 每天都有一个学生, 要站在五十多个人面前说说话。 这种说话跟平时大家三五个一块聊天不一样, 五十多个人齐刷刷看着, 就一个人站在中间讲, 仅需要勇气, 又很有点难度。 一开始, 有的孩子非常害羞, 站那里黑黑笑, 有的讲了个开头, 一紧张, 后面要讲的就忘记了。 有的把讲过的内容翻来覆去地讲, 校长都微笑地倾听着。 还有一次, 一个小男孩站在中间, 站了半天都开不了口, 最后他说, 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校长哈哈笑了, 一点也没有责备的意思, 非常自然地说, 那我们编一个吧, 想一想, 你早晨从起床一直到来学校, 这期间都有什么事情, 首先干的是什么? 小男孩说, 爱。 校长说, 你说爱了, 这不是有话说了吗? 爱之后又做什么了? 小男孩挠挠头, 哎, 早晨我起床了。 小豆豆和其他孩子们虽然觉得可笑, 但大家都注意听着。 小男孩讲出这一句, 他又开始挠头了, 想不出要讲的话来, 只好低着头喃喃自语, 然后呢? 校长微笑着看着他说, 很好, 就这样, 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 你早上起床了, 并不是说了有趣的事, 或者令人发笑的事才了不起, 而是像你这样, 本来没话说的, 找到了可说的话, 这才是最重要的。 小男孩受到了鼓舞, 抬起头来, 大声说, 然后呢, 我妈妈对我说, 快刷牙, 我就刷牙了。 校长拍起手来, 大家也拍起手来, 于是小男孩的声音更高了, 然后呢, 我就到学校了。 校长热烈地拍起手来, 小豆豆他们也使节鼓掌, 那个站在场地中央说, 然后呢的小男孩, 也开心地一起鼓起掌来, 他终于有话说了。 在这样的训练下, 原本在人多的场合一句话, 都讲不出来的孩子, 敢于开口讲话了, 本来就喜欢讲话的孩子, 语言组织能力更强了, 表达更加从容自信了。 小豆豆的公众, 表达能力, 也在餐前演讲中受到了训练。 他长大后, 日本电视台招演支援, 六千多人报名, 曾层面试筛选, 只有三十余人被留下来, 小豆豆就是其中之一。 他从实习生做起, 刚开始是配音演员, 后来逐渐担当女主角演戏剧, 演电视剧, 做主持人。 他在剧院表演戏剧《玛丽尼》的时候, 演出两个小时, 台词达到了两千多行。 演出谢幕的时候, 观众的掌声响彻剧场, 持续了半个小时。 黑柳车子在回忆文章里写道, 当他站在舞台上听着如潮的掌声, 脑海里浮现的就是校长让他们在午饭前说话的画面。 八学院第四个特色, 相信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 小林宗佐先生总队老师说, 不要把孩子们束缚在老师的计划中, 要让他们到大自然中去。 孩子们的梦想要比老师的计划大得多。 八学院的学生们, 在户外的时间可能比在室内还要多。 平时, 学生如果上午就能把一天的学习计划都完成的话, 下午就可以去散步。 学校还会组织大家去野炊, 去海边温泉度假, 去露营, 给孩子丰富的生活体验。 在小豆豆的回忆里, 他们沿着小河散步, 河岸有樱花树林, 还有一望无际的油彩花, 天空蓝蓝的, 许多美丽的蝴蝶翩翩飞舞。 老师指着油彩花, 问, 这是油彩花? 油彩为什么要开花呢? 大家知道吗? 接着老师开始讲雄蕊和雌蕊的知识。 小学生们都蹲下去观察油彩花, 老师会告诉大家蝴蝶也是在帮助花收粉。 确实, 蝴蝶的小脚在忙碌地拨弄着, 真像是在给花帮忙呢。 我们想想看, 这种自然课比在教室里干巴巴地讲, 让学生看着图片想象蝴蝶如何受粉要生动多了吧。 孩子们可以听到声音, 闻到味道, 触摸植物, 能够把视觉、 听觉、 嗅觉、 触觉等感官全部打开, 去感受大自然的奥秘。 下午散布活动是孩子们最喜欢的, 他们自由自在地聊天, 观赏随四季变化的自然风物, 采集植物标本、 写生, 参观附近的古迹, 听老师讲历史故事, 唱歌。 农民伯伯也会被邀请来教孩子们种庄稼, 他手把手教大家怎么出草, 翻地, 播种, 施肥, 还告诉大家很多有趣的事, 有关虫子、 蛇、 鸟, 还有天气的知识。 大家热火朝天的一起种田, 在接下来的季节里, 从播种到收获, 学生们全程都参与, 每天都有人去看他们自己的田地, 然后回来向校长和同学们报告, 我种的种子居然发芽了, 这是多么不可思议, 有多么让人高兴啊。 小林校长还建议家长 给孩子穿最差的, 最耐磨的衣服来上学, 允许孩子自由地爬树, 钻篱把, 跳马, 玩单杠, 通过各种运动来发展孩子的体能和敏捷度。 越来越多的家长也意识到了, 让孩子拥有灵活矫健的身体是非常重要的, 能够让孩子在关键时刻救命保身, 生活在都市的孩子离自然越来越远了, 这并不是好事情。 由一本书叫《林间最后的小孩, 拯救自然缺失症儿童》, 是美国自然教育学者理查德洛夫2003年出版的, 里面就提出大自然缺失症的现象, 和自然割裂的人, 更容易患抑郁症等身心疾病, 感官能力退化。 而从小接触大自然多的人, 身心会更健康, 专注力、观察力、创造力会更强。 小林宗作先生曾经说过, 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 莫过于有眼睛却发现不了美, 有耳朵却不会欣赏音乐, 有心灵却无法理解什么是真, 不会感动, 也不会充满激情。 与世界万物连接相通的感受力, 也只有自由自在沉浸于大自然中, 用心体悟过, 才能获得吧。 以上是我们提炼出来的, 阿学员教育的四大特色。 当然, 阿学员好的理念和做法还有很多, 比如对学生开展韵律学相关的音乐舞蹈启蒙, 让孩子每个人都拥有一棵自己的树, 创作古诗、开茶话会等都很有意思。 阿学员的教育放在现在还是小众的, 在当时的日本更是极其小众的, 只有少数开明家庭会把孩子送来, 所以整个学校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也就五十来个学生。 也有学生中途被家长转学到其他学校, 孩子哭着不愿意离开, 家长却有自己的顾虑和考量。 所以,黑柳彻子在后继中说, 小林校长当年创办独树一帜的八学员, 也面临很多不认可与质疑, 承受着很多压力, 他的保全办法就是尽量低调, 不去宣传这是一所与众不同的学校, 再加上全校学生也就五十人左右, 并不惹人注意, 这样受到的干预和影响就会小很多。 八学员的学生后来都怎么样了? 说到这里, 大家一定很好奇, 八学员教育模式下的学生们, 后来各自发展得怎么样了呢? 这本书在后继中, 黑柳彻子对自己跟同班的十个同学逐一进行了介绍。 加上黑柳彻子, 共十一个人的班级, 六男五女, 六个男同学中五个考上了大学, 各自一直像一年级时那么高的高巧君, 从明治大学毕业后, 进入知名的电器公司工作, 他娶七生子, 心理素质, 生活状态都非常好。 不肯娶小豆豆做新娘的那个小学霸阿泰, 当年最喜欢物理, 经常点燃酒精灯, 把烧品、尸管烧得咕噜咕噜响, 长大后成为了日本著名物理学家, 定居美国, 在世界上最大的加速研究所担任副所长, 从事高能物理研究。 这是六个男同学的情况, 我们再来看看女同学。 五个女同学中三个考上大学, 有自己的职业, 两个在结婚后回归家庭。 小林校长的女儿美黛, 毕业于国立音乐大学教育系, 她和父亲一样, 非常喜欢小孩子, 做了国立音乐大学附属小学的音乐教师。 我们把男女同学分开来讲, 是因为日本的社会有其特点。 就算在现在, 日本女性在结婚后做家庭主妇的依旧很多, 而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日本, 女子考上大学在社会上还有一番成就的更是少之又少。 就算遵照传统回归家庭的两位女同学, 她们也非常健康长寿, 把家庭生活经营的幸福美满。 黑流车子说, 我常想, 如果今天还有八学员, 可能就不会有孩子讨厌上学了吧。 因为在八学员, 及时放学之后, 孩子们也不愿意回家, 而且第二天早晨, 又眼巴巴地盼着早一点到学校去。 我们应该给孩子提供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教育? 教育最关键的阶段在童年时期, 也就是幼儿和小学教育阶段。 盟牌梭利在家庭中的儿童中特别强调, 童年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发展阶段, 童年阶段的教育是人类发展教育过程中最关键的一环。 如果一个人在童年时代学的, 做的事情都是他感兴趣的, 那么他学习的效率会非常高, 他会用十几年去发展积累这方面的能力, 长大后就很可能再从事这个感兴趣且擅长领域。 所以,不论是学习阶段还是工作阶段, 这个过程都是愉快而专注的。 他能够感受探索的乐趣, 能把梦想变为现实, 享受自我实现的价值感, 这是多么好的人生状态呀。 而世俗意义上的名利和财富, 只是这种自我实现后的副产品。 相信有不少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在八学园这样的学校上学。 其实, 一所学校能不能办得下去, 能不能发展得好, 除了国家, 教育部门层面的支持引导, 关键还在于家长。 在当年的日本, 如果没有那些家长基础, 八学园也办不下去。 我们读窗边的小豆豆, 看到八学园如此美好, 不应该止于窥探, 人家的教育多么好, 可惜我们家附近就没有这样的学校。 我们看到, 学校教育对一个人影响是巨大的, 但在学校教育之前还有更为关键的, 家庭影响。 这是容易被人所忽略的, 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石。 我们可以看看小豆豆的母亲是怎么对待孩子的, 也许她的做法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在小豆豆的记忆中, 妈妈从来没有骂过她, 更别提打。 无论小豆豆说了多么不合适的话, 做了多么离奇的事, 甚至闯了祸, 妈妈始终合颜悦色, 给她润物细无声地引导。 教育, 教了什么很重要, 用什么样的方式教更重要。 妈妈给了小豆豆极大的自由与自主, 她从来不对小豆豆说, 应该去干什么, 小豆豆如果说我想干什么的时候, 妈妈就会说好啊, 然后并不多问什么, 但她会把孩子们做不了的手续上的事, 帮助孩子做好。 这是一种全然的尊重, 全然的允许。 这背后是对孩子的爱与信任。 爱与信任, 说说简单, 做起来并不容易。 现在经常有家长吐槽, 不能陪孩子写作业, 看着孩子那么笨, 这么简单的题目都不会, 就气不打一出来, 忍不住要教训孩子。 那我们看看, 小豆豆的妈妈是怎么对待这类事情的呢? 为了生入一座小学, 小豆豆参加了简单的考试, 题目是要把一些图形块拼成一个大三角形, 拼好就可以离开教室。 所有的小孩子都拼出来了, 只有小豆豆一个人留在空荡荡的教室, 怎么都拼不出来。 最后老师说, 好吧, 别拼了, 你走吧。 小豆豆非常沮丧地走出教室, 对在外面等待的妈妈说, 我拼不出三角形。 妈妈说, 就是让妈妈去做, 肯定也拼不出来。 妈妈在外面等待的时候, 大概也心急如焚, 但是她一点都没有责备小豆豆, 别人都会, 你怎么不会呢? 你怎么这么笨呢? 小豆豆的妈妈感觉到, 小豆豆已经够难过了, 心想就不要再刺激她了, 就让这件事过去吧。 妈妈不说什么, 小豆豆一个人倒是反省了, 为什么别人都会, 就我不会呢? 回家后跟自己的宠物小狗嘀咕来嘀咕去, 她反省一番的结论是, 会不会是少了一块图形呢? 没关系, 我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第二天, 她在心里对自己说, 再见, 三角形。 这件事就渐渐淡忘了。 孩子如果在哪里表现得不尽如人意, 家长又抓着不放, 会有什么结果呢? 有一本书里曾经讲过一个案例, 一个年幼的小女孩某天不小心尿床了, 父母就一直强调这件事情, 这么大了怎么可以尿床呢? 晚上一定要注意啊。 结果小女孩一紧张, 当天晚上又尿床了, 父母更是紧张, 不停地提醒她。 后来这个女孩频繁地尿床, 父母带着她四处求医都治不好。 从小到大, 因为尿床这件事, 女孩饱受各种精神压力, 只要一紧张就会尿床。 女孩考大学的时候成绩很好, 能上好的大学, 却只赶上本地的大学, 因为她不敢住寝室, 让大家知道她会尿床。 后来, 就算结婚生子, 她内心也非常容易抑郁, 焦虑, 痛苦, 家庭关系无法和谐, 最后不得不求助于心理资讯。 一件小事, 家长处理不当, 可能就毁了孩子一生。 小孩子尿床是非常正常的, 家长不要在意就过去了, 小孩子也不会放在心上。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影响可以忽略为零。 如果我们的孩子遇到类似的问题, 我们能不能向小豆豆妈妈的处理方式处理呢? 小豆豆小时候算数不会, 被老师说你是个低能。 这位老师不是八学员自己的老师, 而是后来教育部门安排到八学员的。 自从被这位老师说低能后, 小豆豆就非常讨厌算数和数字, 上了高中, 代数总是考零分。 他主持彻子的小屋的时候, 和嘉宾谈到年龄相关的话题时, 经常在计算方面处差错闹笑话, 需要工作人员在台下帮忙算好, 白板写上展示给他才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孩子身上有一些缺点和不足没有关系, 家长完全可以淡然出之。 过分地强调, 只会让孩子被自卑、 愧疚的情绪困扰, 然后在碰到类似事情的时候, 心生抗拒和恐惧。 总而言之一句话, 打击和否定自己的孩子, 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 家长们也没必要, 以求全职心去要求自己的孩子。 比如, 就算黑柳彻子女士数学能力不行, 这也不妨碍她是一个有伟大成就的人。 相信自己的孩子, 让她有着她的天性成长, 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她的优点与长相。 对于家长来说, 与其盯着孩子的缺点与短处不放, 不如去发现发扬孩子的优点与长处。 有人说, 教育真的是一项艺术活, 当一个好家长没那么简单。 但是, 读了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 我们会发现教育的真谛大道之简。 我们的核心原则是四个字, 尊重天性。 天性是什么? 就是一个人本来的样子。 儿童教育先行者李悦尔说, 孩子是一颗蕴含生命力的种子, 它有自己的发展使命和成长方式。 不同的种子, 洗发芽, 开花, 结果的时间, 方式都不同。 如果不能顺应天性自然而然发展, 被认为破坏的话, 孩子就无法成长为理想的人。 最后, 我们用小林宗作的话, 结束这本书的解读。 他说, 无论哪个孩子, 当他出世的时候, 都具有优良的品质。 在他成长的过程中, 会受到很多影响, 有来自周围环境的影响, 也有来自成年人的影响, 这些优良的品质可能会受到损害。 所以, 我们要早早地发现这些优良的品质, 并让他们发扬光大, 把孩子们培养成富有个性的人。 尊重天性, 让孩子成为他自己, 让孩子把自己与生俱来的优良品质发扬光大。 这就是教育的不二法门。 好了, 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到这里就解读完了。 听了这本书后, 你有什么收获或感想呢? 欢迎留言分享。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本书的内容, 别忘了分享给自己的家人或朋友。 我们下期见。